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辽宁间有一千名官兵 每天却消耗着十多吨食物 很多人都觉得匪夷所思 但是如果了解航母官兵的真实生活 你就会觉得这十吨食物的消耗一点也不多 实际上航母上的官兵的吃食种类十分极权 因为要营养均衡 且是属于自助餐类型的 当然要多做一些 以保证官兵们的体能 而且这十多吨的食物指的是新鲜的食材 并不是已经烹饪好的可以直接吃的食物 当它经过加工放任好的时候 其重量会大大的减少 并且这十多吨里面包含了官兵们的饮用水 所以细细想来 这个数据其实并不算特别多 并且官兵们的工作强度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需要不分日益的对抗敌军 十分的消耗体力 这就需要进食更多的食物以保持体力 仅仅是航母甲板上的岗位 大多都是以重型体力劳动 所以吃食的质量和数量都必须要有所保证 并且由于航母需要不分日益的工作 所以需要全天开火 因此这十多吨的食物 最后进入到官兵的肚子里其实算不上多 再者由于母舰官兵们的工作性质以及工作强度特殊性 这个食物消耗程度算是正常 反正会再见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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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听听听听听听听 Vou拿来一 Cred